游游换面 行 大家好,我是Kinko,高重建 我是现在人在香港 本来是很想过来,可是来不了 大家知道原因 那我们是赞赏共鸣共和国 然后是一个 像你说的是一个coin,一个token 那简单的理解 首先我们是一个应用一个手机app 大家可以在app store跟google play 几个月前,12月的时候我们推出了 都能在手机端能下载到 那总体来说我会描述 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称为一个共和国呢? 因为我们就像一个独立媒体的联盟 就有点像独立媒体的欧盟 就是每一个媒体都是为时独立的 可是我们又会有一个共用的token 就是likecoin 还有一个一起去制定的宪法 比如说去制定 怎么去处理那个假新闻 怎么去处理那种农场等等的 那现在里面的成员有800多个网站 里面我们有1200个我们称为赞赏公民的用户 就是付费用户 总共的注册用户在5万3千多 其中10%左右是创作者 总共我们过去一年回归了15万美元出去给作者 左右 那整个共和国我们主要是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为创作者创造收入 这也是最多人认识到我们的一个面向 可是除了这个其实我们有两个更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第二个是溯源 第三个是分发 尤其是在一个有自信政府审查的情况下 怎么去突破那个审查去分发 接下来我希望用三方面各自用两分钟去解释 那个赞赏的话是有些人可能有看过听过我们 我是交给那个视频 那个我们准备的一条YouTube用两分钟来介绍好了 对不对那个声音你们看听不见 这边会听不到YouTube的声音 可是我可以用那个来分享一个YouTube的video对吧 是可以 是可以这样子吗 哦有声音 哈喽我是大家常见的赞按钮 我是改良版的赞赏件 根据统计每分钟我会被点击四百万次哦 哦好棒棒 就是说创作有很多人喜欢得到很多赞 那可以拿去买咖啡吗 诶有赞就够了吧 还想怎么样啊 嘿你说到重点啦 你的赞是赞好 而我的是赞赏 有赞有赏 除了表达有多喜欢这个作品 还能为创作者带来实际收入 有赞有钱赚 太扯了吧 嘿嘿 让我来教教你吧 先在贴文上安装我这个赞赏件 只要读者来按赞 创作者就能得到奖赏 画赞为赏 透过这个方法 支持创作者可以更简单 哦 网路上的内容不是应该免费的吗 创意无价 创作有价 完全免费只是被扭曲的现状 我们的长远目标 是让创作可以当饭吃 因此 我们推出了赞赏公民计划 参与的读者只需每个月付美金五元 也就是一杯咖啡的价钱 这些钱就会自动分配到按赞的作品 支持哪些创作者回馈给什么作品 百分之百由参与计划的读者决定 有了赞赏公民计划 大幅降低了读者付费支持的门槛 作品就不会只是收到大拇指 可以赚到应有的回报 你啊 每分钟被点击四百万次 事实上 创作人一分钱都收不到 浪费了大家的流量啊 什么嘛 网络内容有了获得收入的方法 创作者就更愿意公开自己的作品 赞赏公民这个计划 可以促进多元、独立、自由的创作生态 让创作者减少对业配广告的依赖 获得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即使较为另类 小众的创作者或独立记者 都可以生存 少喝一杯咖啡 共创一个生态 赞赏公民 听口你的麦克风要打开哦 听口你的麦克风要打开哦 那大部分的网站都是透过我们 webpress的插件来进入的 现在有八百多个网站 如果你是经营一个webpress网站 你加了一个插件以后 就会成为共和国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 那除了webpress的网站以外 那除了webpress的网站以外 还有medium 香港的立场新闻 meters等等 也是我们的成员 那我只有两分钟了 让我很快的说一下 介绍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内容的溯源 溯源方面我们是底层有一个叫licon chain 一条我们是做的公有的区块链 那里面有一个机制 我们在定义的 正在定义的叫iscn 我得跑的快一点 iscn就是跟书本的isbn差不多 就是书是每一本书有一个isbn 我们是让想要让每一篇文章 或者说图片都会有一个唯一的码 我们叫iscn 这个码会放到区块链上 让这个信息那个内容 无论是政府怎么去审查都摸不掉 另外我们那个chain 也会有一个管理的机制 我们称为流动民主 这是让里面的有一些代表 验证人 他们会有点像立委一样 就按照我们的发展 会有一些立案提出来 现在正好是在第一个立案的 投票期当中 明天是最后一天 在这个Big Dipa的开放政府里面 会看到所有的资料 比如说总共整个生态里面 会有多少验证人 就是相等于立委 里面现在有什么治理提案会提到 那现在进行的第一个提案是叫 我们把那个厌证人的数量提到10个 最后我没时间了 那我到最后的一章 就是我们需要很多方面的人去帮忙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Select的Likon频道来找到我们 我们进一步的聊 谢谢 谢谢 谢谢Kinko的分享 光网友开麦 那个那所以你们的网站 跟你们的系统有做Open Source吗 对有都在那个GitHub里面 都在GitHub里面 GitHub slash Litecoin OK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到Likon频道 然后或许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帮忙 把一些GP的专案也可以帮忙 就用Likon频道来赞赏一下